五一 承報、抗戰勝利日習近平要訪話安倍閃數暗中挑釁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2社平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 中國政府極為重視,將今年9月3日紀念日定為公眾假期 這一種福利港人也能得響,當日更會於天安門舉行閱兵儀式 這是國慶日之外未曾有過的看牌,在此特別日子,自然希望其中的關鍵角色能夠參與 譬如當日戰爭中的對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 在北京舉行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儀式 這一次邀請是理所當然的,在歐洲紀念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中 德國總統高克宇總利麥克爾也作為戰敗國元首七席 在1月27日國際種族屠殺紀念日,麥克爾便在波蘭奧斯威信集中營原指 虛請世人注意,當年被迫害的猶太人在今天的歐洲仍受到歧視 我們不會奢望安倍晉三也可在這樣的場合,發表如此深刻反省 並透視今日現狀的講話,仿話是安倍求之不得的機遇,可視如今首邀 既也視如常閃縮,不會出席閱兵儀式,而選擇在紀念日前後到訪 有指這種做法是參考至麥克爾的 莫斯佛於今年5月9日舉行為國戰爭勝利紀念閱兵 一眾西方國家領袖,包括麥克爾集體缺席 以示抗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政策 而麥克爾日日便閱普京回眠,釋出善意,亦避免出席敏感場合 這番緩引是極之危險的 雖知道,麥克爾當日被席的前提是對俄羅斯插手烏克蘭的不滿 言下之意,是日本也對中國近來的軍事行動有意見嗎? 但中國可沒有插手外國之政治事務 亦或是南海建設與東海演練觸動了神經 那麽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其他輪近國家元首也要一起避席嗎? 若然日本以此作類比,便是在未收好之前的有一次挑釁 因爲若與台爭議,兩國關係緊張 安倍在在登日本首相之位後,未有受要訪華 習近平與安倍指示在國際會議場合碰面會談 此徹者紀念活動,可使兩國關係回歸正常軌道 是一次突破,也是難得的善意 但安倍受制於其不道歉思維 只想到代表戰敗國出席這樣一種活動是屈辱 那時惑地為勞,未能走出侵略戰爭的陰影 七十年前,很多德國人都認為國家是徹底戰敗 但在今年的調查顯示,有近九成德國人已經 將戰爭結束思維從納粹黨的暴政中得到解脫 而日本人可以從軍國主義得到解脫嗎? 漢每年都有議員,甚至小傳順一郎在位首相期間 都吸淨國神社的亡靈招人,活在咒怨之下 而現在安倍在反對聲中,仍致力推動通過新安保法 都是認為不武裝不強硬,就會吸氣負 就是因為這種不肯鞠躬道歉的態度 所以在上海的展覽會上,才會出現一個安倍無揚的機下人在不停鞠躬的場面 如果有人是智慧羞辱,那就應檢討可以長期淡化當年的侵略暴行 更在有意無意間為之辯護,以在戰後七十週年談話 還是堅持不道歉,只能做到深切反省? 習近平這一步其下了之後,安倍進退圍局 如果他能大方出席,局面便豁然開朗 指示他未能解脫,若是推遲,則是濫賞未敲 修補中日關係之責,也不得體取巧的在之前之後報道 可以給理解為對中國的不滿,安倍無核要投降嗎? 相關新聞刊《A12版》